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画鲤鱼 公认鲤鱼是吉祥如意的象征 其和许多中国知名的画家 以鲤鱼为主题的画展 就在南加州盛大登场了 数号开展第一天 从大陆还有欧洲等地的民众 就争相来看这个特别的展览 中国公民吕画王王一荣 九如图九条鲤鱼 栩栩如生 张有祥的年年有余 罗鼎华双鲤图都代表了吉祥如意 广化大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汪根兴 娱乐图 看得让人如鱼得水 其乐融融 还有长98公分 宽77公分 龙里落连池 大大荷叶下三条鲤鱼 出自第三式多节羌佛的杰作 整个大厅挂满大小的画作 鲤鱼是主角 中国人从苦到精 钟情画鲤鱼也画出了名 在东方人的眼里 是一个美丽的物种 那也代表着生殖繁盛 福泽绵绵 那李耀龙们呢 更象征着人们向上进举 刻苦奋斗的治理名言 鲤鱼自古是极强的象征 人人喜欢 名画家鱼厅开展的第一天 场外大排长龙 等着进场的人潮不断 场内也是人气强强棍 真相来看 连行家都不错过 我没有看过一条鱼 是没有线勾出来的 然后很多鱼在里边 好像在水里边游的 所以这次我是我生平 我去过那么多博物馆 看过那么多中外 中西外的画 第一次看到一幅画 使得我很激动的 高度赞美 龙李烙莲池 大开演技的 还有一整排民选官员 纷纷送上了奖状 肯定透过艺术展览 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 来提升生活的品质 欢迎民众来看画展 还可以到场临摹 学习画鲤鱼的技巧 东城新闻 英红文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